小孩子又开始作妖了 居然把10公分的大灯泡 塞进了两公分的樱桃小嘴里 这让所有的医生都猛了 肖安姐拿后 发现男人的咬机已经拉伤了 造成精卵和牙关紧闭 意思就是男孩的嘴巴已经完全定型 根本使不上力气了 一旁的妹妹把哥哥拍了下来 居然还上了热门 女医生建议敲开嘴巴 直接拿出灯泡 可肖安并不同意这个方法 因为一旦灯泡破裂 被男孩吸进红楼里 那就更加危险了 所以他没有找个好的办法 避免灯泡破裂在嘴巴里 女医生让肖安找主任帮忙 肖安居然真的拿出了电话 看来此时的肖安应该还是个实习生 可没想到 主任正因为超速上了法庭 由于发生了重要事情 主任官司打到一半 赶紧出去接电话 再得知这灯泡卡在嘴里的小事 主任直接挂断了 这一下可把实习生肖安给打住了 他实在想不出好的办法 好在一旁有个热心的护士 耐心的安慰着他 护士的话 让薛安瞬间想到了什么 现在发生抱抱自己 又换新特效了 大家赶紧试试吧 他急忙返回男孩跟前 给他嘴里塞进了一个袋子 接着用镊子 把袋子的另一头给拿出来 将灯泡牢牢地包裹在了里面 接着再拉紧绳子 这样下篮 灯泡就不怕碎掉 滑入男孩的喉咙里了 需要让男孩咬碎灯泡 可男孩摇摇头表示无法做到 忽然 一旁的妹妹朝着哥哥的下巴 就是啪啪一下 成功地帮助萧恩 取出了男孩嘴里的灯泡 有这样的妹妹 男孩真的是太幸福了 起起电影 但走进电影上